王凯谭松韵真在一起了 雅人独处甜蜜跨年夜 表白日常照献煞全网 这谁能忍住不磕呀 CP粉们献上抓狂减堂 欢迎来到果然八姐 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 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 在这个喜庆的新年夜 无数的夫妻情侣相聚一堂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然而 在这个充满祝福与期待的时刻 一个名字的出现 却引起了全网的关注和热议 这个名字 就是王凯和谭松韵 两位风格迥异 实力出众的演员组成的CP 以近乎完美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 征服了众多观众的心 他们的才华与魅力 使得粉丝们 对于两人是否真的在同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猜测 跨越屏幕的爱情 随着真实生活中的点滴细节 逐渐深化了观众 对于这一CP的憧憬 而这次共度二人世界的跨年夜 则更是将他们的关系推向高潮 秀出的同居日常照片 更是引来无数CP粉们的疯狂抓狂 或许 有人会说 这只是偶像的营销策略 一场粉丝们为情侣设的局 但无论如何 他们的互动与默契 还是令人忍不住感叹于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从镜头外的现实生活来看 他们是两个成功的职业演员 工作的压力与忙碌 常常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情感世界 而在那个跨年夜的瞬间 他们将时间凝固 只为给彼此一个独属于两人的时刻 他们的笑容里 透露出的幸福与亲密 让人无法不羡慕 这样的光芒 无法抵挡 也不应被妖魔化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与被爱的权利 而他们 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勇敢追求幸福 王凯谭松韵同居的消息 引发了无数的议论和猜测 但我们要理解 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也享受与些爱之人 共度时光的美好 他们应该被看作是两位年轻人 在努力拥抱幸福的过程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与选择 不同的CP组合在娱乐圈中层出不穷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与情感 都值得被尊重与关爱 王凯谭松韵共度跨年夜 展现了他们精彩的日常照片 让全网用户忍不住为之疯狂 虽然这只是一段虚拟的世界 但这种真实的虚拟世界 已经成为现实中的一部分 当今社会 信息发达 人们对于自己喜欢的明星生活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 而作为粉丝 我们应该用理性和善意的眼光 去看待他们的生活 喜欢他们的演技与作品 欣赏他们的才华与努力 但也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与个人选择 王凯和谭松韵的同居生活 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而我们应该 以宽容和善意的态度 给予他们真正的祝福和关心 世界上没有两个相同的爱情故事 每个人都值得去追求 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这个新年的开始 愿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之路 无论是在屏幕前还是现实生活中 让我们一起祝福王凯和谭松韵 愿他们的爱情长久而美好 让我们也学会 在关注偶像的同时 尊重他们的人生和选择 真爱 应该是让人感到温暖和羡慕的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保持初心与坚持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与表演 让他们的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2024年1月2日 这是一个对于王凯和谭松韵的粉丝们来说 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 就在跨年夜 俩人共度二人世界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和羡慕 他们的秀童居日常照片 更是让人羡煞不已 这个消息传出后 CP粉们在线上都抓狂了 谁能忍住不磕啊 王凯和谭松韵 这对明星情侣的确将他们的感情 进行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合作演出到互相依赖 他们的关系逐渐升华 最终走到了一起 王凯的精英气质 与谭松韵的清新可爱 完美契合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梦幻情侣 这对新近情侣的确认消息 让人们粉丝们欣喜若狂 纷纷在各大社交媒体上积极祝福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他们二人过着幸福而甜蜜的生活 一起旅行 一起逛街 一起看电影 每一个平凡的瞬间 都充满了温暖和爱意 他们的爱情故事 也激发了许多人的触动和共鸣 看着他们在照片中相拥而笑 陪伴彼此度过日复一日的平凡时光 我们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恋人 想起了曾经经历过的甜蜜时光 王凯谭松韵 真正把握了二人世界的美好 也启发了我们对爱情的思考 爱情并不完全建立在浪漫的时刻 和复杂的不景之上 而是扎实而真实的日常生活 不管是一起做饭 还是一起看电视 重要的是 能够在彼此身边感受到温暖和安心 如今 王凯和谭松韵 已经成为了众人羡慕的对象 他们的幸福也让人们重新审视 自己在爱情中的态度和努力 或许 幸福的爱情就在我们身边 而我们只需要有耐心和细心去发现和珍惜 王凯谭松韵 真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带给了人们许多的喜悦和感动 他们的关系 不仅仅是明星情侣之间的炙热恋情 更是一种对爱情真诚和平凡生活的坚守 愿他们的爱情之路越走越远 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 谭松韵 一个名字 一个娃娃脸 一个演绎奇迹 她在娱乐圈的展露头角并非偶然 而是凭借出众的表演和独特的娃娃脸气质 一举成名 她以甄嬛传中的唇儿一角 一举一动 俘获了观众的心 成为整个后宫中最受宠的小嫔妃之一 谭松韵的齐刘海短发和甜美可爱的形象 让她的少女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娱乐圈的一股清新风 甄嬛传剧组成就了谭松韵的演艺生涯 而唇儿这个角色也成为她娱乐圈的敲门砖 唇儿 年仅14岁 是整个后宫中最年轻的嫔妃 然而 她的可爱与甜美却让众人难以忽视 在这部经典暴剧中 谭松韵巧妙地演绎了这个吃货小萌妃 使她成功脱颖而出 这段时期 谭松韵展现出了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表演技巧 尽管在《甄嬛传》中获得了一定的名气 谭松韵却陷入了六年的龙套时光 有人认为 她的可塑性不够强 舒适圈太难走出来 观众们在各大都市情感和家庭伦理剧中 看到过她的身影 却很难注意到她的存在 这种尴尬的局面 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2016年 谭松韵在《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一角 让她的事业迈出了一大步 观众对于演员的审美观也在不断变化 而谭松韵正是抓住了这个变化 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 后来的作品如《锦衣之下》 和《以家人之名》中的角色 都展现出了她在类似题材中的潜力 让市场看到了她的市场潜力 谭松韵并非一开始就被看好 有人认为她的角色过于重复 难以破局 然而 她通过不断打磨自己的演技 摸索适合自己的戏录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在古装戏中一鸣惊人 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古典气质 尽管曾经陷入龙套时光 但她在事业上的发展 并不算太坎坷 她的执着和努力 让她在华顶奖等主流奖项中 获得了多次提名 其中包括 第29届华顶奖当代题材电视剧 《最佳女演员》 和第27届上海电视节 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作为一名演员 谭松韵将生活中的各种经历融入角色 用心塑造每一个人物 她的事业发展虽然曾一度停滞 但她凭借执着和努力 稳定地向前走 她不炒作不骄不躁 将演员当作一份普通而热爱的职业 这样的态度和努力 使得她在娱乐圈中建立了坚实的地位 如果能当选精英女神 无疑是对她才华的一种褒奖 演员这份职业 对于谭松韵来说 是一种普通而热爱的职业 她不会在没有戏要拍的时候 刻意炒作 甚至很少在网络平台看到她的名字 她是一个真正将演员当作一份职业来对待的艺人 她努力地将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这种执着和专注使她逐渐走向成功 而《精英女神》的提名 也是对她努力的一种认可 她的娃娃脸和长不大的少女感 成为观众喜欢的亮点 证明了她在表演中的独特魅力 观众的审美也在不断变化 而谭松韵正是抓住了这一变化 成功地让自己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无论是《甄嬛传》中的船 还是《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 谭松韵都成功地在重复性角色中 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 用实力说话 或许 《精英女神》的提名 只是她事业中的一个小高潮 但对于这位娃娃脸背后的演艺奇才而言 这无疑是对她不懈努力的一份褒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领转不追逐